感情SKETCH 大家好我是酷 好那看到片頭呢 我們就知道今天要畫的就是 原神的委託 其實我最近因為弄課程比較忙 所以幾乎是不接委託的 但是呢 我被錢收買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這次有一個粉絲呢 想要委託我一張這個 以原神的派蒙為主題的粉絲圖 看來是一個對我們派蒙有 特殊情感的孩子啊 說著肚子都有點餓了 那這次的委託呢 委託人只有說想要這個主題 那其他的話就是讓我自由發揮的樣子 呃...任意發揮嗎 我要做什麼都可以的意思囉 欸...真的嗎 那麼剛好快要9月的中秋節了 不然我們就來畫個 烤肉大會 派蒙我們來烤肉吧 你當肉 好總之呢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搞吧 GOGO 好啦首先我們先想一下登場角色 我們畫面裡面 肉是必要的嘛 因為是烤肉 欸所以這個派蒙跟鍋子應該是必要的 那接下來呢 因為要烤肉嘛 所以我們火屬性 我需要火屬性的角色 火屬性的話呢 我比較熟的角色應該是 安伯 可莉 還有最近卡池的蕭公 呃...算我沒有 還有一個也是前期會登場的廚師香菱 嗯...香菱剛好是廚師喔 我們這次因為烤肉大會 香菱感覺就正取 那我們安伯呢就不要 蕭公呢...呃... 先不要 可莉呢...呃... 嗯...因為可莉很可愛所以我決定放進去 嗯...Creator玩得到嗎 玩得到嗎 好...接下來我們快展一下喔 我們草稿已經畫好了 第一種是前面講的 大家一起唯獨吃烤肉的構圖 第二種則是像獅子王星巴一樣 欸把肉舉起來 讓大家沾養的這個...儀式構圖 啊~~~ 自貝女兒 娃娃咪 我自己私心是比較喜歡構圖2 因為第一個就是派蒙這樣子比較大喔 他看起來比較像主角 第二個呢是 呃... 阿咪他們是不是又想偷了啊 呃...對 可可 好 我們最後果然不出所料 委託人選了這個構圖1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往下畫吧 好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有簡單線稿的關係呢 首先我們先開始準備上色 上色的話呢 因為我有買AI服務的關係呢 我直接在AI裡面 叫他生成在草地上烤肉圖給我 好 這邊我們叫他生成了一大堆喔 然後呢 我們要做的就只是在裡面 選一張喜歡的顏色就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把那張圖直接 墊在我們的線稿下面吸射 哇哦 你看 這樣子一下子我們就有了顏色囉 哦 科技的進步 真厲害 好 接下來我們準備開始逐一上色了 哦 這是因為有4個人 而且顏色都不太一樣喔 呃...一不小心可能顏色就會變得很雜亂 所以我現在是有點抖的狀態啊 然後因為遊戲的服裝 我覺得都有夠複雜的喔 所以我決定這邊直接把遊戲的截圖放在旁邊 然後就吸一下他的顏色 這樣比較快一點 然後輪到我們後面的紅衣小女孩 欸... 他這個線稿部分因為太潦草 所以我們要重新幫他這個畫的整潔一點 好 那這邊的背景因為有點空曠喔 所以我在後面又加一點樹啊 帳篷之類的元素喔 這樣子讓整體的環境更豐富一點 哦 原本到這邊呢 我覺得差不多可以開始細畫了 但是越看越覺得好像畫面少了點什麼 嗯... 大家覺得少了點什麼嗎 沒錯 是肉啊 明明是烤肉炸會 但是這個透視呢 卻看不到烤肉架上的肉 我覺得有點太可惜了 應該是要像這樣子 寫一點視角才比較方便看得到肉 但是現在要改透視已經來不及了 好吧 我本來不想用這招 但是沒辦法了 忍住重畫術 好 我們這邊決定直接打掉重來喔 從草稿開始直接畫一個視角來畫 比起去修改已經畫到一半的圖呢 我覺得這種重來的做法應該會更方便一點喔 因為這樣子修改的時候就不用被綁手綁腳的喔 比較自由一點 有沒有 改了之後呢 這個角度的構圖 我們就可以在烤肉架上面畫上我們想吃的肉了 然後 接下來呢我們再把背景物加一些樹啊 一些雲啊 進去喔 這些東西上一次的構圖我們都已經畫過一次了 所以這一次呢就很快的直接加進去了 然後前景呢我們也多畫了一些桌子 來放更多肉飲料之類的東西喔 呃 不然四個人不太可能只有一個桌子 接著我們就可以慢慢的開始細畫人物喔 就是 因為現在圖上面有很多的物件嘛 我們可以看到有烤肉架啊 人啊 杯子啊什麼 都是等等一個一個要開始細畫的東西喔 呃 因為非常多呢 所以我先從最大致的這個主角開始畫 主角畫了差不多之後呢 接著是烤肉架的部分喔 欸 這個東西呢 也是挺麻煩的啦 而且我不太清楚原神的世界觀呢 該存在怎麼樣的烤肉架 欸 不過反正是個有鐵器的時代喔 我畫個鐵烤肉架應該也不會有太大問題吧 好 接著我們來處理烤肉架上面的肉 欸 不過因為附近感覺蠻多黃色或暖色系的物件啦 所以我決定先放個黃色的玉米喔 喔 這樣至少顏色上不會突兀喔 喔 然後不知道要畫什麼 所以先畫個丸子好了 丸子特別簡單嘛 原型的東西特別好啊 好嘞 接下來我們來畫可莉喔 欸 這個小傢伙也是有夠複雜的喔 我幫他修改一下形狀 然後增加這個花紋跟細節 還有他皮革的質感跟紋理 好 蛤蜊完了之後是香菱嘛 然後因為他的辣椒熊呢 會噴火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的熊放在烤肉架旁邊喔 當作方便的起火工具熊 嗯 不然我也不知道他的角落要幹什麼啦 嗯 然後這邊香菱的部分喔 欸 這個部分我本來是想讓他擺個 為派龍吃肉的動作啦 可是呢 好像覺得這樣有點不太像廚師的感覺 喔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幫他改成像這樣子 欸 幫牛排傻野的動作 嗯 我感覺改了之後呢 這樣更有廚師感一點喔 不過缺點就是這樣跟派蒙就沒有互動了 喔 所以最後呢 我的派蒙就只能改成這邊這種 一個人自害的動作喔 這張圖裡面變成沒有半個東西 有跟他互動的要素喔 呃 感覺有點可憐啦 不過我這邊幫你加了兩串肉啦 原諒我吧 嗯 不客氣啦 好咧 我們人物四隻都弄得差不多了 最後我們來修一下背景喔 喔 先從最遠的雲開始 接著呢 我們前面再畫上樹跟草原 我中間的部分也要加上山景喔 不然就是天空跟草原中間會感覺少了點什麼東西喔 喔 遠景到近景中間物件多一點 欸 感覺層次會更豐富一點 好 最後我們像這樣子把人物圖層打開 欸 是不是看起來就頗豐富了呢 我們接著再稍微強化一下細節喔 好 光線跟顏色過度看看有沒有什麼少畫的地方喔 接著後面呢 喔 也再加一個這個 我們加個雷電將軍的小彩蛋喔 畫料理場面怎麼能不加雷電將軍呢 就跟你說 嗯 然後最後是我們慣例的 在圖裡面藏罐罐的時間啦 好 烤肉架裡面需要木炭嘛 剛好木炭跟罐罐一樣都是圓柱體喔 那我藏幾個罐罐在裡面 應該也是很合理的吧 畫好之後我們再幫他把這個火化的火焰喔 再加強一點 我幫他做一個高溫桑拿紡 好 最後我們整體細節再稍微微調一下 打一點光就完成啦 好啦 最後這樣子就完成啦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嗯 我自己是覺得成果比想像中好啦 好 那我們最後一樣來個 過程的回顧 這次的回顧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出現在影片裡面的部分喔 首先是第一張喔 這個是我最一開始的構圖喔 他是用第一角度 讓派蒙位於整張圖的西位 呃 其實現在看一下 覺得這張好像也不錯 不過呢 用這個角度看起來 像派蒙一個人對著攝影機吃飯 好像怪怪的喔 所以後來就換了下一個 第二張是一個很熱鬧的構圖喔 一共有七個人入境喔 分別是雙主角 將軍 消攻 派蒙 可莉 大秋秋人 呃 不過最後想想人有點太多啦 啊 就算了 第三張呢 就是我們之前也有看到這個構圖一友 大家一起圍爐吃烤肉 再下一張就是之前也出現過的 阿子肯亞 媽媽咪 吉娃娃 好 最後我們把構圖一修改一下喔 讓主角面對我們的鏡頭 就變成這一張喔 然後後來畫呢 本來是畫白天啦 但是後來一度想說呢 欸 烤肉應該是晚上烤吧 所以我就改了一個晚上的版本 不過最後想想還是亮一點光線比較充足 比較好畫啦 所以又改了最後你們看到的版本 好 以上就是這次錯綜複雜的草圖過程 其實在這兩個步驟之間 我是真的考慮很久才決定要重畫的喔 不知道大家覺得重畫之後有沒有比較好呢 那我歡迎留言區寫下你的感想喔 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子啦 喜歡空罐影片的人可以參考一下資訊欄的商店連結 裡面有空罐課程以及各種周邊商品 歡迎參觀選購 好啦 那大家掰掰